日前台中西屯、大雅、厚礼等八个区公所 脸书粉丝专页出现市长卢秀燕 辅选谢龙界的新闻连结 15号的临时会中民进党议员就抨击 这根本是公器私用 国民党议员则认为绿营是两套标准 市长卢秀燕大力宣传台中冒骨干 不过连结点进去却变成助选新闻 日前台中西屯、大雅、厚礼等八个区公所 出现市长卢秀燕辅选谢龙界的新闻连结 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15号的临时会中民进党议员就抨击 这根本是公器私用 如果你说一个区公所 只有一个区公所分享 我相信误触我能够接受 两个区公所我也能够相信 但是有超过好几个区公所 都在分享我们的行政不中立的资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鉴请提案 要求我们所有行政机关要保持行政中立 绿营批评卢秀燕选前开记者会 要求前市府要保持行政中立 选后却是说一套做一套 不过蓝颖则批评 过去林嘉隆也曾传讯息 要求基层公务员放下公务帮忙复选 认为他们是两套标准 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林嘉隆的所谓的团队压迫我们公务人员 去办各种的辅选活动 我们都是历历在目 今天竟然会由民进党籍的议员 提出来要遵守行政中立 为什么就在几个月以前 这些议员都没有人提过行政中立这四个字 对此民政局回应 同仁一直未清楚新闻属性 已经再次重申公所以及同仁 均应严守行政中立的立场 适当宣导市长政策以及市政措施 杰杨宗环台中采访报道